感恩大慈大悲 感恩大慈大悲的關心菩薩 我昨天看過我女兒求心慧 她是98年屬的 她有嚴重的精神病症和抑鬱症 她有嚴重的幻聽 她現在是迷惑顛倒了 她老是活在幻聽當中 但幻聽就像聖悟空一樣72遍 一下子變成了她跟幻聽談戀愛 精神子兒 一不然又自殺 一不然又侮辱她 她老是覺得好像有鬼有色魔又非禮她 她晚上睡眠嚴重障礙 不能好好的睡眠 就是說她現在白天又不就是跟幻聽自言自語 對話很不能自我 完全失去了跟我們是兩個世界的人 但是她又不承認自己有病 她說她有法律 好了你不要講了 她說有法律不是她自己講的 是誰講的 是她身上那個靈性講的 因為靈性才會這麼講 你明白了嗎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 你女兒典型的在東南亞也是很流行的 那種叫魂魄離身 靈性上身 明白了嗎 所以在東南亞很多人說被人家下槓桶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不當心會被人家下槓桶 實際上就是有靈性上到她的身上去 所以希望 因為你女兒實際上就是 人家說叫 就是叫 我們說叫 有個電影叫 和那個 人鬼戀 明白了嗎 實際上你女兒是典型的人鬼戀 明白嗎 我之前因為 你現在不要講任何事情 你講的這個全部都是對的 人鬼戀就是這麼談戀愛的 跟人間一樣 她晚上到你女兒身上 然後控制你女兒 叫你女兒跟她講話 跟她做很多事情 你們明白嗎 然後你女兒就覺得我是誰 我是誰 什麼都看得見 就是 而且你們跟她講 我什麼都懂 就是就是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 還有自殺 對 自殺就是下面的這個靈性在她身上 折磨她 不想讓她活 就是就是 她老是抓人 所以 人一旦的媽媽 還是變成這個樣子了 就很很胡鬧 一般像這種病 看醫生是很難的 打針也沒有辦法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 趕快讓她念小房子 把她抄渡走 如果不抄渡走的話 一直會讓她精神病患下去 明白嗎 像這種病的話 台長告訴你 沒有兩千八百張小房子 她剛才這個病情 兩千八百張是少的 明白了嗎 那個台長 師傅 你昨天她說 她說實際上有兩個靈性 一個我打開的孩子 還有另外一個靈性 就是兩千八百張小房子 我能不能先抄渡我那個孩子呀 就是我寫藥金者 寫我那個孩子 又還有多少張 我最近給她寫4張 好吧 你兩邊都可以唸 同時唸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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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個一個的照片 對 好了好了 抓緊時間吧 好吧 就是請你 就是請你立了台長 師父慈悲慈悲我 因為我是中國 那很遠 你這樣好吧 明天晚上還有一場呢 好吧今天先讓大家 少問一點先過一過 好吧 因為大家如果想明天晚上再看 再來聽台長來抽圖騰的話 看圖騰的話 明天晚上台長在這裡 七點鐘還有一場 所以台長既然來了 好吧 就好好的幫大家多看一看 幫大家解脫一點苦難 因為人的病很多很多 好不好 嗯 好吧 好 那麼再下一個 還有幾分鐘 啊 請來吧 請來吧 感恩大聖大佩的 真幸福 感恩大聖大佩的 嗯